海關在通商口岸 市房檢局跟房檢局一起協同執勤 運用這個檢驗 我要特別說明的是 江德輝州豬瘟疫情 跟之前的禽流感 或者是口敵是不一樣的 之前的中央災害應變中心 以我們前年在處理禽流感的疫情 我們是疫情進來之後 超過兩個縣市 尤其是情傳人 我們才啟動這樣的一個中央災害應變中心 可是就非洲豬瘟而言 我們是不允許 也不容許 江德輝州豬瘟疫情進入国内 目前中國的疫情 已經超過22個縣市 在這次應變災害中心裡面 新成立的組 這個組呢叫做邊境管制組 也就是依照院長的指示 要把疫情阻絕在境外 那這個邊境管制組裡面呢 部會就是有包括海委會 衛福部 內政部 1997年台灣曾經爆發過口蹄疫 當時撲殺了超過400萬頭的豬 疾病21年後的今天 台灣的豬肉尚沒有辦法外銷 目前非洲豬瘟在中國通報OIE的 已經有22個省份 情節可以說非常嚴重 再加上台灣跟中國一水之隔 每一年來往的民眾高達800多萬人次 非洲豬瘟在冷凍的狀況之下可以活1000天 在冷藏的狀況下可以活100天 感染的豬隻百分之百死亡 沒有例外的 目前也沒有疫苗可打 雖然對人的健康到目前的資料 並不會影響 但是我要再次強調 對養豬產業 對物價 對整個經濟影響是非常非常大的 除了靠豬隻的口沫 糞便豬肉以外 它可以藉由人的傳遞 車輛的傳遞 物品器械的傳遞 你無所不在 防疫四同作戰 大家都很清楚 如果任何一個環節 沒有達到標準 可能就是一個防疫的破口 會讓整個防疫的工作功虧於潰